清聰姐妹平安 平安 很高興 我們今天 在今天新的一年 又再次聚集在一起 那我們剛才透過 《詩庭執事》是 138 篇的 整篇 1 到 8 節 那我們都知道 這個是詩人他所寫的 他在向上帝獻上感恩的一段經文 有時候我們會想說 欸 這個小草是大自然萬物著 被上帝在大自然當中所創造的 看起來柔柔弱弱的 看起來沒有什麼力量 但是他卻能夠怎麼樣子 力力不咬 但是他而且怎麼樣子 還可以怎麼樣子 往下扎根 成長 茁茁 茁茁 有時候 同時我記得我在紀念幣講說 也有講到說 為什麼這個人看起來 重擔特別多 或者是我們感覺他麻煩的事情很多 但是為什麼他能夠一次又一次的去 勝過他的環境 或者是他有什麼樣的方式去向上帝去支取力量 那現在我們一起同行來到 好 主 主 謝謝你 這時我們要 互相學習你的真理 學習你的話語 主 你與我們同在 叫我們傳講的 聆聽的 同盟你的恩典 我們這樣打敗是 說共主耶穌聖明感恩 阿恩 這一個詞 那個 好 下一個 剛才我們透過那個詩篇的一到三節的時候 我們先大概來介紹這個背景 一到三節的時候 是詩人他描述怎麼樣 描述這個團體是被擄的 是被征服的 是流離的一個群體 但是呢 他們在異國的時候不只是被擄 他們還要面對各式各樣的什麼樣子 各式各樣的 一個多元的異教的環境 有各式各樣的這個公共的聖殿 聖殿是怎麼樣子 在這些公共不同神秘的殿裡面 他們會舉行不同的儀式 在這當中 所以從這段經文的時候 你知道說 詩人他們知道說他們在被擄回來的時候 現在已經回到哪裡 回到耶路撒呢 要重建聖殿的時候 所以詩人很自然的 他去說出這樣的話來 而且他用全部的思想去描 去描述說 我要一心稱憲 就是在這個詩篇的剛開始 他就這樣子的來說 說出來 甚至呢 我們在我列的那個 Paul Porn 那個詩篇的時候 他甚至有講到說 他們在異地 在外邦的時候 他們 巴比倫那邊也有神明 但是他們 以色列他們很深刻的去經歷到什麼 他們深刻的經歷到 偶像是經的贏的 是人造的 有耳不能聽 有鼻不能聞 有手不能摸 有腳不能走 有喉嚨也不能出聲 這好像 不就是我們 有時候我們現在看的景況嗎 以色列人在這樣子被擄的一個環境裡面 他們去想到說 哇 他們的神是帶領他們的 他們的神是大門的 他們的神是垂拼導報 所以當他們回來的時候 他去寫上這一段話出來 因為他發現 詩人發現說 上帝用他自己來去啟示他自己的名 同時也怎麼樣子 讓以色列去經歷說 他是信使的 他是慈愛的 他是帶領的 而且比怎麼樣子 比我所知道的還要多 比以色列 比列祖的上帝 他們列祖上面 知道的還要多 所以他是用什麼 他是用行動 他是用他的話 來去怎麼樣子 來去帶領他的子民 他用他的話去安慰 去啟示他們 就是這一段經文的一個 粗略的背景 那有時候我們會想說 那個是他們被擄的環境啊 我並沒有啊 我可能是 待在基督徒 我可能是很敬虔的一個信徒 我對主熱忱 我對我的生活 對我的工作 仰望神 我有信心 那個環境是大不相同的 看起來是大不相同的 沒有錯 但是呢 我們有可能不是面對以色列 他們現在經歷的 他們經歷的環境 但是我們面對的是怎麼樣子 一個很多元的世界 有可能有怎麼樣子 各式各樣的挑戰 各式各樣的壓力 甚至是各式各樣的詮釋 但是我們自己有時候並不知道 我們可以說很多的那種 屬世的很多的壓力啦 很多的詮釋挑戰在逼迫我們 但是怎麼樣子 他這邊有講到說 但是呢 上帝用他的恩典 來帶領我們 在很多的強權者的面前 在很多的壓力之下 我們都能夠經歷到他的慈愛 我記得慈愛那時候 我們在念書的時候 要希伯來文 慈愛叫做 然後因為有時候快快速背就好 就那時候就給自己 自己想說 要經歷上帝的慈愛 希伯來喝喝喝喝啊 這樣子來背 讓自己更快速一點 有時候就是要經歷上帝的代理 上帝的慈愛 會幫助我們 會幫助我們 去面對我們生活的挑戰 也許我們可以說 上帝沒有去拯救我們 沒有帶領我去離開這個 邪惡或者是我覺得複雜 或者是我覺得壓力很大的環境裡面 有時候可能我們沒有辦法感覺到 但是呢 上帝他拣選他的子民 拣選你 有時候要拣選你 成為像這個世界去宣揚 他上帝福音的人 有可能上帝拣選你 是為了要顯明他的慈愛 去顯明他的屬性在哪裡 有可能有人 祷告哭求主 求你 帶我脫離這個 重擔 脫離這個環境 除了等待之外 我們知道屬於一個 罵者 除了等待之外 有可能是聖地拣選你 去彰顯他的慈愛 去彰顯他的屬性 這位詩人 在後來我們剛才 透過的視頻指示 為我們讀的經文有提到 他有提到說 上帝是高位的 卻是看不見的 不若是我們剛才 Paul本能看到 偶像是看不見的 但是怎麼樣子 卻沒有辦法去 成為我們的力量 成為我們的幫助 成為我們的引導 以色列的子民在這個當中 他們被 被擄 他們被征服 他們在異地的環境當中 去經歷 去感受到 上帝是創造的 而且是超越性的 他要帶領我們 他要引導我們 他們在那個環境之下 他們重新的 來到上帝的面前 雖然 他們在那個環境底下 他們所接觸到的神 是看不見的 有一個形體在那邊 但是他們深刻的感受到 他們內心裡面 那看不見的 比看得見的力量更大 也因此他們在這當中 他們謙卑的 來到上帝面前 重新的尋求主 有時候我們會講到說 進教會之後 是那種軟弱的人 或是有 有事情 有重擔的人 才來尋求主 有人因為這樣子 而 硬心 覺得自己衝不需要 但是 我們 可以 給大家一個想 想法 就可以給大家一個點 去思考的是 當你願意 俯伏在上帝面前的時候 不就是一個謙卑 不就是一個承認 上帝是我生命一切的主權 是我生命一切的主宰 有時候我們看起來就是 我人是謙卑的 我並不驕傲 但是 忘記 忘記 像創造我們的源頭 去呼求 忘記 把這個創造我們的神 放在我的心裡面 給他一個位置 給他一個位置在你的心裡面 也許 透過以色列今天 以色列人 他們在異地被掳的時候 他們痛悔 謙卑的來到上帝面前 他們尋求主 也許這樣的情況 也是在跟我們說話 我們可以從 詩篇的 詩篇的 我們剛才讀的 138篇開始 到145篇 如果我沒有帶聖經了 或者是你回家可以看 有時候我們覺得說 我已經 來教會很久了 我不知道怎麼禱告 從138篇到145篇 都是最好的禱告 你可以向上帝 可以用這樣詩篇的話 去向上帝禱告 去向上帝 去說 你的困難 你的困境 因為詩人在這裡 他得到 上帝信實的恩待 所以他從135篇的時候 138篇的時候 他開始去訴說 上帝的屬性 跟 保護 我們可以 回去 試試看 就如同我剛才講的 當我們願意去 呼求主的時候 當我們願意去 向神 祷告的時候 也是 顯出我們是 虛偽 的人 因為有時候我們會 怎麼樣子 我們會靠著我們 自己的能力 來生活 靠著我自己的力量 來完成一切 因為覺得我可以 以至於 覺得萬事都在我的掌握當中 但是 約伯記 有一句話有提到說 賞賜的 我赤身出於母胎 也赤身歸為 賞賜的是耶和華 收取的 也是耶和華 有可能覺得我們 每天我可以 去上班 我可以很正常的 做一些事情 我有成就 我是靠我自己 努力來的人 但是沒有 明天的事要怎麼發生 我們並不知道 而是上帝的帶領 上帝的保守 使我們度過一切 在第六節裡面 有提到說 上帝是憐憫的屬性 在裡面 他雖然在高位 但是他是保護 卑微的人 這不是指 色經地位的 色經地位的人 不是這樣子 他保護的是他 在裡面 真正在上帝面前 謙卑的人 我們也可以說 真正不管你是 怎麼樣的身份 我們真正在裡面 謙卑的人 他就會得到 真正的力量 在裡面 上帝 應許我們 在患難的時候 去看護我們 拯救我們 他同樣怎麼樣子 他同樣也把這個恩典 跟特權賞賞給我們 有時候我們都知道 上帝是慈愛的 上帝是保護我們的 可是我說 遇到困難的時候 遇到麻煩的時候 上帝是上帝 我的困難 我的麻煩 是兩回事 上帝 上帝把這個應許 把這個恩典 把這個特權賞賜給他的兒女 讓我們知道 我們是有這項特權 我們是有這個恩典 向上帝去呼求 不再是上帝歸上帝 我的問題歸我的問題 有時候 我們會講到說 當我們去呼求主名的時候 他的應許 就會 像以佛修書 三章二十節所說的一樣 這個背景 我們都知道 我不用再介紹 立刻呼則 他生下來就是 一個沒有任何肢體的人 連他自己都放棄自己 曾經 但是 他現在 不僅如同我們 背景所看到的 打高爾夫球 甚至他還成為世界的 對生命的一個 一個巡迴性的 對生命熱愛的一個 群迴性的講釋 去闡述 上帝 的慈愛 上帝的公布在他的生命身上 如果是上帝的話語 上帝的力量在他裡面 他怎麼能夠 像我們現在 所認識的他呢 上帝造著他在我們心裡面 所求的 匆匆足足的成就一切 超乎我們所求所想的 我想這一個人 就是顯出上帝最好的 一個見證人之一 有時候我們講說 除了我剛才講的說 上帝 有時候沒有帶領我脫離那個環境 是要顯靈 他的屬性 但是 我們可以在歸納的第二個 當我們呼求主的時候 上帝沒有去 改變環境的時候 有時候他是什麼 他是改變我們的內心 改變我們內在的眼光 當我們有不一樣的思想 不一樣的眼光的時候 你可能是在看待環境的時候 是不一樣的 你的環境 依舊是困難的 你所面對 有的人 環境可能是家庭 我所面對的是 每一天我都要面對的 不願意看到的人 不願意看到職場上的同事 不願意去面對自己的問題 但是當環境依舊的時候 可是你呼求主的時候 上帝的話 成為你力量的時候 怎麼樣子 你就要改變你的眼光 改變你內在的思想 使你有勝過困難的能力 因為你已經學習交托 有時候我們會講交托是一件 感覺是一件兩個字很容易 但是有時候是並不簡單的一件事情 在菲利比書是 菲利比書四章這邊有提到說 我只要藉著禱告祈求 感謝 將你們所要的 告訴神 很多時候 我們雖然是信主 但是我們遇到困難 遇到試煉 遇到麻煩的時候 就會向主埋怨 不是嗎 有時候我們的環境 或許你沒有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不管是以色列的歷史 或是我們看到 中道人 雖然信主 但是遇到困難 遇到麻煩 遇到掛慮的事情 向主埋怨 不久之後 信仰就鬆動 離開上帝的保護 所以 這個 向上帝來 獻上 我的呼求 獻上我的禱告 幫助我們 時時刻刻 不離開上帝的保護 當你學習 我們可以說 當我們學習 去呼求主的時候 也是學習 感謝 當我們呼求主的時候 我們就有力量 當我們感謝的時候 我們也是有力量的 我記得在 那個 我們第一獎的時候 有提到說 我們在今年 我們要以感謝 獻上我們 的禱 以感謝 作為 我們今年的開 開始 同樣的今天 也是一樣 這一首感恩的詩 也是讓我們去 向上帝去說出 說出美好 感謝的話 好 我有聽過 一個 弟兄他跟我們 分享的見證 他說 我感謝 上帝使我沒有父親 他在這當中熬煉我 使我有能力 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有人看到這樣的事情 裡面可能是充滿了苦毒 充滿了黑暗在裡面 但是他願意這樣子 來跟我分享的時候 我覺得 上帝的能力 上帝的力量 豐豐富富的 在他的生命當中 而且在這個過程當中 他肯定是比我們更多的 精力組 呼求主的時候 也是學習感謝 右邊的這一個人 是 年長的人都知道 他是那個 媒體天后歐普拉 然後他就是 一個 在美國 很著名的 一個 媒體人 人士 在 2010年的時候 富士比特雜誌 有說到 有提到說 他是 美國百大名人榜的 熔燈寶座 甚至在更早之前的時候 他在商業週刊 成為第一個 就是 非 非洲裔的 慈善 人 人士 他看起來是 這麼有 這麼有 影響力的 因為在 2010年的時候 他整個 的影響力 他整個從 富士比的 雜誌提到說 他甚至比 當時 歐巴馬 更 凌駕了 但是我們去很難去相信說 他的童年 可能是 很悲慘的 他童年 他在 他就是一個很典型的 那個 黑人的那個 貧戶的 家庭出生 那他十幾歲的時候 也甚至就是 未婚 媽媽 他 那他 在 有一個悲慘的童年 在 金恩博士 在發表 我有一個夢的 那個時候 他不只是一個美求人 他甚至 接受 就是 與他同出的 性騷擾 性情來的一個 一個悲慘的童年 但是 為什麼他在這裡 卻成為 後來在五十年後 卻成為一個 有影響力 看起來是成功的 因為我們都知道 成功的人 除了努力之外 有時候 他可能 他的成功的 備載的 是因為有一些黑暗面 導致於他會 盡力的 想要往上爬 但是當他成功的時候 他在過程當中 如果沒有接受 上帝的禮道 沒有上帝的話 以成為力量的時候 他可能 或許是 自卑 夾雜的驕傲 在裡面 如果沒有 上帝的禮道 上帝的話語 上帝 這樣的信仰 在他的裡面 他的成功 這樣的人的成功 也有可能 是會夾雜的 不健康的性格 在裡面 但是為什麼 他能夠 在成功的時候 我們完全看不出來 除了他自己努力 我們不是說 他不努力 就 到最後就 就OK了沒有 他喜歡閱讀 他甚至 每周目的一句都要讀三本書 所以 我們要在年輕的時候 就要 立志 好好我來 閱讀 我好好努力 好好念念書 但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真的是 他有跟人家分享 你在這麼 這麼 這麼 照顧的情況下 他卻能夠活出不一樣的生命 而是 他每天 在睡覺之前 他都會向上帝獻上感恩 這個成為他力量的來源 因為他的信仰 使他成為力量的來源 他不只窮喔 就這樣 他不只是貧窮 典型的黑人的貧富 甚至是 當金恩博恩博士在說說 我有一個夢想的時候 他在一個黑暗的情況裡面 但是也靠著上帝的話語 上帝的力量 使他脫離黑暗 更成為別人的幫助 我們可以說 在新的一年的開始 你有什麼 什麼事情 你在工作上 在你的經濟上 在你的情感上 在你的家庭上 在你的課業上 有什麼需要上帝去解錄的 我們都知道上帝 以慈愛黑塞 跟你立約 他對你是有企劃的 要知道我不是這樣 即使我到我生命的 終年晚年的時候 你依然要記得 上帝是對我有企劃的 我不是活活活活生 或者是我 我是晚年的 我是終年了 我大概就定期了 沒有 沒有 讓你有慈愛 與你立約 他是對你有計畫 他的計畫 不是只有在年輕人身上 不是只有在成功的人身上 他在你每一個階段 都有不同的計畫 在你裡面 要活出 讓你活出 他創世以前 對你的豐盛 對你的祝福 我們今天透過 十堆一百三十八年 的這一首詩歌 這一首詩 不只是 詩人對上帝的感謝 服務 服求 我們可以說 我們在今年 詩詩與主連結 不再是掛在我嘴邊上的話 我要進入操練 我要在我生活的每一刻 去操練 我要與主事實連結 因為他要成為我的力量 因為他把豐盛的計畫 在我裡面要彰顯出來 操練 與主連結 要成為我們在 通往恩典的道路 在我們第一獎裡面 感恩的時候 我們在這 在今天的早晨 我們再一次的下主說 我要來操練 與主連結 他不再是成為我 年後一年 每一個禮拜的口號 而已 我們一起同心來道道 愛我們的父神 我們向你獻上感謝 因為你慈愛以我們的立約 主 因為你的慈愛 使我們有這樣子的恩典 這樣的兒女的特權 來到你的面前 吃取你的力量 主 謝謝你 主我們要透過 再一次透過 2015年的今天的早晨 我們要向你說 主 與你連結 不再是成為我們生命的口號 而是成為我們 真正的 定進在你面前 真正的成為我們生活當中 每一天的操練 時時的 連結在我們裡面 使我們每一個人 不論在各樣的情況當中 都帶著女兒女 榮耀謙卑的身份 成為一個 鋼腔 但是卻是 謙卑溫柔的人 主 謝謝你 我們這樣祷告 使奉祖耶穌的聖名感恩 Amen 我們用這首詩 來回應神 他也是剛好 截取詩篇的第三十八篇 我們在哪裡 我們在這裡 三十八段 之下 在這裡 我們在這裡 就像 來 我們在這裡 再去 我一起展現你 在終身邊見得送你 我要向你離身邊小孩 為一次愛留真實的秘密 我每次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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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故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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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 我 你我 是我 心里有本意 再一次 再一次的用感谢的态度 感慨的态度来回一生 我要一心 呈现你 在众生面前 曾送你 我要 向你的 神殿 相爱 为一次来的 总是存在 你 我要 得送 也好 我从来 你 一次 永远 永存 我 随时 在 永远 万 万 中 你 永远 永远 一天我 救 我 我要 歌颂 愿 我 从来 永远 尼 你 好 荣 荣 我不求是你意义与我 无理我 什么心里有的意义 你已成绝 化不过一世 你已无理 继续修所从头里 你要知道上面在2015年 在你生命的每一个阶段 都有奇妙的作为 奇妙的计划在你里面 你要知道上面在你生命的计划 已经透过你每一天操练与它连接 不断的更新 不断的转换你 你已经进入到它的计划里面 进入到它的本点里面 在今天的早晨 让我们有更多的告诉自己 我在今年 我要更多的与主连结 与主连结不再是成为我进入的口号 而是我生命 每一个场面 我都跟主连结 神的恩典 神的恩典 神的慈爱 神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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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那个熱心 神的心 祝父 cible 神 marginal